好 另外一头我们就来看这个 今天以色列的一个行动 以色列怎么会 这个平平静静的呢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我们看到先是这个 以色列国防军又开炸了 在黎巴嫩发动了空袭 然后进行了斩首行动 打掉了两个这个真主党的 这个飞弹司令 那另外还有一名武装人员死亡 那当然啦 这个整个加萨基本上 全部已经打成废墟了嘛 其实在昨天也对这个 也没有停啊 也是对这个加萨去南北 都进行了一些这个轰炸 我看到死亡人数 大概目前没有确切 大概至少是几十人死亡 那这些数字你有感觉吗 华春莹有感觉 他讲啊 他今天po了一篇文章 半年过去了 加萨的冲突必须结束 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每个生命的逝去 都是一场悲剧 来我们把这个华春莹的 这个图贴出来好不好 华春莹真的是 我觉得什么东西会让他有感觉 一条一条的生命 一个这些数字冷冰冰的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对不对啊 但他告诉你 这个是以色列什么死亡人数嘛 加萨的这个死亡人数 以色列在那场音乐会的袭击当中 他死亡人数是一千四百四十三 加萨现在死亡多少 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三 这不是加倍奉还 不是十倍奉还 这是二十倍奉还 二十倍 二十多倍啦 马上就要三十倍啦 所以你光看到你不要讲什么 其他受伤的啦 等等之类的 我们都不谈了好不好 占领的领土都不谈 光是比死亡人数 这个不是数字 这个每一个都是跟我们一样 活生生的血肉躯体啊 每个这个数字的后面 都代表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啊 所以到此刻为止啊 是不是也够了啊 加倍奉还 这是以色列的风格 但是现在以色列不以此为满足 双倍三倍八倍 他都不满足 他现在已经二十倍奉还了 所以这个华智云特别贴出了一篇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其实就这么简单 他几乎没有什么 他几乎没有什么描述 他就是把数字丢出来 表哥整理给你看 有没有感觉 冷冰冰的数字 突然之间跳到你的眼前 你会觉得这个我不能接受 不管你之前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好 所以真的是直地有声 那我就先问一下这个张将军 你怎么看待以色列接下来的行动 包括他的斩首行动啊 然后包括你看到他接下来 打拉法咯 他这个是从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转为重点是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因为他已经杀了将近三万四千人的巴勒斯坦人 在整个加沙地区 当然他需要面对国际上对以色列这方面的压力 不是光只是这个中国 你包括欧洲其他的国家 包括中东的这些国家 对以色列的这个那么大规模的屠杀 一定会有这些对给这个以色列相当的这个压力 所以以色列你看他现在对这个 对这个他消灭政组长最精锐的 这个我们叫拉德湾部队的飞弹司令 针对性 他现在针对有几个重点的他要针对 因为已经杀的够多了 斩首行动针对性 本来全面性的 他再加上你看他轰炸是全面性的 哪怕是医院学校 还有我们讲到的 难民营 难民区 联合国组织 对包含那个联合国的那个维和组织 他也炸到了 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那台湾要再继续下去的话 他要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要持续 那这样的话 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 是不是更名正言顺 当然这次大预估 因为伊朗真是打到以色列的本土 那按照以色列的逻辑加倍奉还 你打我本土 那我的还击一定是打你本土 而且要打得比你打得更加这个残暴 但是所以这个美国的做法就是 麦拉麦拉 那你去打拉法吧 天哪 我认为这个怎么能交换 这样可以交换吗 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建 他还是会对伊朗实施报复 所以还是会打伊朗 他会针对性 他对伊朗的重要的军事目标 阵地要塞 他会实施打击 他会报复 他第一次 这个伊朗的军队或者其他军队 在以色列这边突击成功 不打他就不是以色列了 对不对 对他一定要报复 不然他怎么交代 所以现在就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打伊朗 然后再加一个拉法 对 那拉法现在拉法我们知道 因为美国同意 对拉法来看 对以色列对拉法的这方面的 这个军事行动 摧枯拉朽 轻而易举 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些组织 已经残破了 已经几乎没有战力了 所以对以色列的国防军来看 没有威胁 但是威胁是在这 他要报复的 他重点的目标是要在伊朗 所以打这边是小菜 真正的是要去对伊朗的报复 那对伊朗的报复 但是伊朗中间隔了伊拉克 也隔了约旦 那这样的话怎么过去呢 我判断要从空中过去 你不管是导弹也好 无人机也好 从空中过去 因为地面部任 他们没有接壤 没有接壤的话 那他就会 我们讲到的 他可能大规模的无人机跟导弹 对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 做爆发性的打击 另外不要忘了黎巴嫩 黎巴嫩的尊主党 还有叙利亚 在这个葛兰高地的叙利亚 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 还有伊朗的圣城旅的驻地 他也会实施爆发性的打击 对伊朗虽然军力不弱 但问题是他的空军 是他一个短板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一打 你觉得但是伊朗也不是 伊朗也是个狠角色啊 那就变成报复战啊 报复战 对他这个 这强强相撞啊 就是这样的 就报复战 这个风险太大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 就是说这一次 这个以色列要以什么样的规模 在什么时机报复 报复的时候 那伊朗再看嘛 他是不是 他上次用了无人机 才用了 才用了一百 才用了一百五十架的无人机 是小规模的 当然目前有个政治刹车啦 那就是这个拜登正在选举嘛 这是如果闹大的话 拜登也很难收拾 问题是以色列 就是他管不住的啊 以色列会怎么打 会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然后当然这个伊朗 也不是吃素的 伊朗应该是严严实实的 这个防护 但是两辆火车对撞 这个风险性真的是非常高 那当然中国大陆 就是一贯的主张 所以太多事情 美国可能hold不住 因为以色列就是一个 纳坦雅胡 大家都说他疯子嘛 他就叫做恶魔统治 对不对 我就是要让你怕 你得罪我 就是加倍一百倍的一个奉还 英雄跟这个罪人当中 不是英雄就是罪人 两者之间 他也在努力奋战当中 所以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 花了四天时间 太多事情要拜托中国大陆 王毅再度 他在印尼亚加达开会 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再度陈述中国的主张 中方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已经递出了申请 然后讲了一句话很重要 遵守国际法 联合国里面没有人有例外 美国也没有特权 遵守国际法 美国没有特权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焦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 德国专利焦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a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交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超级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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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际欠惯